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发出警告的嚎叫声 安玉熙吓得拔腿就跑 由于动作太急 整个人踉枪摔倒在草堆里 这时 安玉熙这才发现狼受了伤 肚子下方有一只利剑 此刻正流着鲜血 想必是猎人所为 狼躺在草堆里呼吸十分急促 或许是湿血过多 看上去十分痛苦 如果再不救治 怕是要死掉 安玉熙心善 立马动了侧眼之心 她壮着胆子看着狼 你中了剑 我现在救救你 你别动 也别咬我 那狼像是听懂了她的话 竟然缓缓地点了点头 安玉熙是厨娘 精通各种食谱 因为父亲是狼中 从小自己便也懂得些许医术 她先将麻沸散洒在狼的肚子上 然后取出利剑 随后又敷上一些止疼药 利剑被拔出 加上止疼药的效果 狼的痛苦顿时小了许多 绿色的眼眸看向安玉熙 眼里全是满满的感激 感谢她的出手相救 安玉熙看着狼 觉得她十分有灵性 便决定带她回去治疗 她将狼抱在身上 轻柔说道 你这伤口容易崩裂 跟着我回家 我再弄些草药给你敷上几日 伤口结痂后就放你归山 那狼居然点了点头 便安心地闭眼睡觉 像是听懂了安玉熙的话一般 而安玉熙看着狼的动作心想道 还真是一只有灵性的狼 回到家里天色已晚 安母看见女儿抱着一只狼回家顿时吓得脸色惨白 将事情来龙去脉说清后 安母这才放心 安玉熙每天都信心照料着受伤的狼 五日过后 狼的伤口已经结痂 状态也恢复得不错 安玉熙便放她归山 狼离开的时候 还念念不舍回头看着安玉熙 这天晚上 安玉熙刚吃了一口菜 院门突然被人敲响 安母起身去开门 门外是一位穿着不凡 身子微胖的中年男人 见男人找的是安玉熙 安母便领着她来到客厅 一见来人 安玉熙便立马起身恭敬道 原来是王总管 请问你找我有什么事吗 王总管笑了笑 当然是来找你做宴席的菜 谁不知道安姑娘是我们镇上有名的厨师 烧菜可是一把好手 安玉熙笑了笑 谦虚道 没有没有 全是经验 做得多了也就会了 那请问王总管 是给谁做宴席啊 王总管笑了笑 当然是给我们家林老爷做寿宴 这不今天就找上了安姑娘 我们老爷出嫁了两银子 够意思了吧 一听数无两银子 安玉熙便接下了这活儿 这林老爷是镇上有名的商人 专做不匹生意 名声在这镇上不好不坏 算是规规矩矩的大户人家 林老爷的大寿将至 安玉熙被王总管提前两天接进府里 方便准备寿宴那天用的食材 一进到林家 安玉熙才明白林家的家产不是一般的大 亭台水泻 雕梁花洞 名贵花草都在彰显林家的贵气 林家老爷寿宴这天 整个林家张灯结彩 道贺之人络绎不绝 各种寿礼更是看得人眼花缭乱 因为林家是商谷之家 来参加老爷子寿礼的朋友 更是来自五湖四海 因为地域不同 饮食文化肯定有所不同 为了照顾这些朋友 林家这天又多了一位厨师 姓赵 专做粤菜 安玉熙凭借完美的厨艺 让这些食客赞不绝口 林老爷觉得有了面子 当即对安玉熙刮目相看 便当场奖励了她十两银子 以及一对珍珠耳环 奖励归奖励 宴席的前是寿宴结束后林夫人结的 结账时 安玉熙觉得林老爷子不错 便对林夫人说 林夫人 林老爷子上了年纪 油腻的这些东西少吃 以清淡为主 每天烈烈太极犬之类的 身子不容易垮 林夫人见安玉熙如此热情 当下便起了心思 她轻轻握住安玉熙的手问道 既然你对饮食了解得如此透彻 这样吧 你每天来我府里 浇厨房里的火急烧菜 我发现你烧的菜 老爷子很喜欢 他平时只吃一碗 今天居然吃了两碗饭 钱呢你也不用担心 每天一两银子 安玉熙愣住了 林夫人这个条件很诱人 但是家里到镇上的距离比较远 想到父母已是年迈之躯 日后需要银子的地方肯定很多 而且多挣点钱 父母就可以每天轻轻松松 何乐而不为呢 于是便答应了下来 为了能教会林家的伙计 安玉熙每天都会提前准备功课 其中还包括林家的赵厨师 几日下来 他们的厨艺明显有了进步 林夫人更是赏赐了他不少东西 这一切都被赵厨师看在眼里 心中更是对安玉熙恨得咬牙切实 这晚他入睡后 玄月高挂的天空突然间电闪雷鸣 黄蜂大作 大雨将屋外的枝鸭打得噼里啪啦 安玉熙想起身看看鸭胜 但眼睛就是睁不开 迷迷糊糊间他做了一个梦 一只体型健硕的狼走到他的身边 恩公 明日是中秋节 会有小人要暗害你 明晚你一一定不能出门 切记 这撮狼毛给你 明日你便会相信我的话 狼说完便走了 安玉熙却不以为然 他心中有些好笑 我做善事十多年 平日里更不曾得罪人 有谁会害我 想来是个噩梦罢了 第二日 安玉熙起来时 发现枕头下居然多了一撮狼毛 这可把他吓得不轻 立即回想晚上的梦 如此奇怪的梦 让安玉熙内心极为不平静 就连今天做核灯时都心不在焉 安玉熙想了想 还是今晚选择不出门 中秋节吃完团圆饭后 只有安父安母出门放花灯 没过多久 村里的小王便急急忙忙 跑进安玉熙家里 安姐姐 快去河边 你父亲放核灯时滴入河里 被冲走了 安玉熙一听 什么都顾不了 便急匆匆外门办 跑到半路时 便被人用绳子紧紧套住 赵厨师从小树林里走出来后 才发现自己中了奸进 安玉熙看着赵厨师问道 赵厨师 你我无冤无仇 为什么要绑架我 赵厨师手里拿着大刀笑了笑 谁让你在林家喜宴上 出尽了风头呢 林家给你的奖励 比我的月钱都多 也是因为你 我现在要被林家赶出门了 只有你死了 我才能留在林家继续做厨师 所以 你去死吧 赵厨师恶狠狠地看着安玉熙 举起手中的大刀就要砍下去 就在千钧一发之际 草丛中窜出一只大狼 死死地咬住了赵厨师的胳膊 赵厨师疼得嗷嗷直叫 剧烈的疼痛让他摔倒地面 他都爬不起来 安玉熙借着月光一看 这不是那天自己救治的那只狼吗 大狼准备要结束那人的性命 张开大口时被安玉熙立马叫住 不要吃他 留他一命 从赵厨师口里得知 原来因为安玉熙厨艺精湛 林家准备辞掉赵厨师 准备聘用他 加上安玉熙再喜宴的表现 赵厨师觉得他损害了自己的利益 于是便想要杀掉安玉熙来保证的利益 所以便有了这一处计谋 明白了前因后果 安玉熙看着赵厨师 就算你杀了我 世界上还有更多比你做菜好吃的厨子 你也要将他们杀尽吗 我记得你也是有孩子的 难道就不怕报应在你孩子身上吗 赵厨师低头不语 此后他便消失了 听其他人说 他带着自己的妻子和孩子搬家了 搬到不知名的地方 后来安玉熙在林家做厨几年 存了不少的银子 因为待人友好 在林家的帮助下成功开了一间酒楼 日子也越过越红火 变得越富有 狼虽然是冷血动物 但在这个故事中 狼是安玉熙命运的转折点 如果没有救狼 安玉熙可能会死在赵厨师的手里 所以上天都有好生之德 好人终将会有好报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了 看完这个故事后 不知道你有什么感想 欢迎在下方留言 不要忘了点赞和订阅 希望能给您带来收获 感谢您的观看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请不吝点赞和订阅